今天慢慢买的五斤南瓜到货了 打开之后很是惊喜 618活动期间在网上买的 花了14块9 满满的五斤 今天利用这些南瓜 我给孩子做了一份南瓜饭包 口感特别好 我果断的决定再买几份 都是现摘的南瓜 能存放好长一段时间 香甜软糯的板栗南瓜 再加上红糖和糯米制作而成的红糖糯米南瓜中 做法简单 营养又美味 美味爱美的女性都可以多吃一些 有助于补气养雀 排毒养颜 健脾和胃 增强自身免疫力的功效 这个南瓜本身甜甜的 糯糯的 有着反例的清香 再加上经放入过红糖争执而成的糯米馅料 成为了今天我和儿子最可口 最应勤的饭 用过券之后 五斤南瓜才花了14块9 这个价格真是绝无仅有的 而且收到的南瓜大小均匀 整整一箱 五斤足足的 下面妈妈还是介绍下 今天是怎么用这个南瓜做出的美味吧 先提前洗净大枣 枸杞和葡萄干 糯米也用水提前浸泡两小时 首先把南瓜洗净 把南瓜的头切下来 厚度在2-3厘米即可 再用勺子把南瓜的种子也挖出来 成为内心中空的南瓜中 再把刚刚切下来的南瓜头当做盖子 盖在南瓜中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